三月是全美国截直肠癌宣传月 City of Hope希望之城的林峰旭教授 特别接受华语电视的访问 谈到做直肠癌筛查的重要性 大肠癌就是在大肠里面发生的癌症 那这癌就是在肠子里面的肿瘤 大肠就是吃食物以后吸收把它脱水的管子 从盲肠到最后快到肛门那里 肛门最前面那一部分叫脂肠 然后其他都是算我们叫的大肠 另外一个term就是说是结肠 所以在结肠里面 就是食物被脱水以后 慢慢慢慢变成大便 然后如果是在这个大肠里面有吸肉 还是说有肿瘤有癌的话 有可能会就是这个大便 在蠕动的时候会摩擦到 然后会有一点初血什么的 以前是说差不多五年前十年前 以前是说差不多五十岁以上 开始做筛检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病人有点比较早期一点发现 所以我们现在是建议是说四十五岁以上 还是说有家庭历史 还是说有一些 有一些别的大肠癌的危险因素 像那个大肠发炎症 叫英文叫Chrome's disease 还是Ultative Colitis 然后筛检有不一样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做我们叫做普通的 就是粪便的筛检 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自己 收一些那个排出来的大便 放到一个卡片上 寄到那个实验室 他们可以帮你看说 不是说只不可以看得到血 他们用化学的方式去分验说 看有没有说那个有 很小很小肉眼看不到的血迹 如果筛检有不正常的话 有可能会就可能是需要做大肠镜 最大的风险是年龄 因为就是每就是越来越年长人 就越来越有可能 像我们讲说家庭历史也有可能 是因为有一些是有一些基因的症状 有些genetic syndrome 有可能会让它比较有可能发生 可能比较有风险的就是说 像华人亚裔 如果说移民从亚洲到美国以后 因为食饮的关系 然后像是比较吃比较多一点 烤的东西啊 像烤肉啊 还是汉堡啊 还是多一点脂肪 很高脂肪的食物的话 然后又没有没有常运动的话 没有常去散步啊 逛街什么的 如果多热量 然后又比较少运动的话 那样子也会让很多亚裔的 脂肪癌的发生的几率也比较也会高一点 所以像说在全美这个大肠癌是算是第三常见的癌症 不过在新移民来讲 还是说就是亚洲亚裔移民来讲是算是第二常见 在家庭科医生做还是说在自己家里自己做的这个这个大便的的分辨的那个那个检查的话 那个是没有那个很简单然后自己可以可以自己做所以没有说不会不会说痛啊不会说什么需要担心 如果是这个不正常以后需要做大肠镜的话 大肠镜就是因为它是用一个小小的的的的一个镜放到从肛门放到大肠放到直肠里面 然后整那个去看那个整个大肠 那个是在在美国他们都是有用有一点麻醉让你让病人说会不会说觉得很不舒服 但是做的前一天需要那个灌肠那个喝那个preparation让那个大肠可以有清掉 所以有一点有点麻烦 不过大部分的大部分的病人来讲是比较麻烦一点而已 不是说好痛好痛像一个大薯妆没有没有做什么麻醉什么的 早期的大肠癌的症状是跟良性的息肉啊没有没有差很多 大部分就是会就是呃大便就是粪便里面有有有有血 也不是说一直会看到就有时候会看得到呃的血 然后就是因为大肠是很长很长的一个管子嘛 然后就是早期早期是只大部分是只有这些有点摩擦的这些粪便里面有点血 那不过是如果有比较晚期还是说肿瘤比较大一点的话 如果是在盲肠啊在在右边的大肠的话 就有可能会有时候会会感觉得到可以摸得到 然后还是说有点隐痛还是脚痛呃便壁啊 还是说还是说有可能会大便便比较细 还是说便比较细因为就是就是只有比较少一点的分便 可以可以从那个那个肿瘤旁边这样塞过去 然后如果是到直肠直肠就在肛门里面的那一部分的大肠 就算最最后一部分 如果是到那里的肿瘤如果是肿瘤长在那里的话 有可能会说大便以后呃感觉好像好像排不干净 就是因为那个直肠里面有感觉到那个肿瘤会就好像有东西在没有排得干净的感觉 呃就是大部分是这样 如果是大肠癌开始扩散以后 如果像扩散到到肝啊到肺啊到别的地方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说呃开始体重减轻啊 还是说胃口改变啊还是感觉心有出这样子 好另外一个就是说呃早期的早期的大肠癌的话 因为是这样子有一点点一点点流血 虽然是有时候看得到有时候看不到的 可是有可能会有贫血的感觉跟症状 贫血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有会好像心跳跳得很快 还是说有点头晕 还是说如果站起来如果太快站起来的话 哦好像很晕整个房间在在旋转的感觉 没有什么原因突然觉得好像很拼血 很多拼血的感觉的症状的话 有可能需要去看医生 然后去可能需要做个做个检查 如果说早期检查到这些洗肉的话 还没有病病以前的话 可以完全预防这个大肠癌 所有45岁以上成年人 应该与自己的家庭医师联络 提早安排筛检 有时候把这些冰震的渠量都往有过来 而试血的感觉 谢谢大家